如何來解答 仔細看鐵門寫上車庫前請勿停車 這樣看不出哪裡怪 我們把鏡頭往後拉 怎麼看 怎麼奇怪 我家門前出現小溪 難不成是台版威尼斯嗎 把車庫設在這兒 要人不能停車 難道這家人要開車出門 車子是要用飛的過溪嗎 我覺得如果調那邊 還可以過去就會像 會不會它之前有路還是怎麼樣 你覺得咧 應該是 應該是前面之前有路是不是 不會掉 車庫外面竟然是條小溪 這奇怪景象在網路上引起好奇 有人疑惑屋主究竟是開車 還是開船出門 還有人都去貼出影片 難不成是像這樣 車子彈跳過溪嗎 這地點就在桃園中立的幸福街上 這車庫門口究竟為何在西邊 交給當地人來解答 像河川整治 然後那屬於違規的造便橋 違規的便橋 便橋對不對 對 所以就把它塞掉了 那以前有沒有人在那裡停車 有 原來這裡原本是一座便橋 但是因為河川拓寬整治被拆了 再加上橋上時常會有車輛為停 因此才被寫上車庫前不能停車 隨著時空變遷橋早就沒了 沒想到這回再次被人PO上網 這回車庫前出現小河 車該怎麼過橋 在網路上掀起討論 三天新聞 我們使命起邀請桃園報導 把愛情